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口气在天上飘了数万年 我见证了这片大陆的成长 火煮的诞生 暮落的建立 乃至早期的城邦 后来有了魔法 这片大陆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王国 拥有各种各样的信仰 但很快 却又一个接着一个变成废墟 难道 它们的文明就这么消失了吗 我 我看到一种新的人性生物 从废墟的各个角落翻咽起来 看呀 一条巨龙飞过去了 它从哪里来呢 又想去往横方呢 自此 我见证了无数的生命的诞生与死亡 意识已经渐渐模糊 难道 终于结束了吗 能源物长 正基础起失败 这是 我 当立成废墟的 是形态 难道我 我 我是形态 难道我 我 啊 啊 啊 这也是 好冰冷的识别 我 别 先别杀我呀 平时这个 你们老祖宗的棺材们 快压不住了 自学大人 通道已经封死了 你去怪物短时间应该进不来 辛苦了 败伦骑士 我们至少能闯口气了 先进入这个隧道吧 何迪姑妈 这里 这里便是塞西尔家族的祖先沉睡之地 千万不要做出失礼之事 这看上去 已经很长时间没人进来过了 自从一百年前 那场几乎导致家族覆灭的叛乱之后 这个地方就被彻底封锁了 一百年来 我们是第一批踏进这里的人 我们因为在生死关头才贸然闯入 先祖堂会原谅我们吧 嗯 先进去吧 你 这样 封印就算解开了 这里就是祖先大人的墓室吗 不好 里面有人 贝蒂 找地缝躲起来 出过来了 你们自己玩吧 本姑娘先溜了 站住 你是什么人 竟敢闯入塞西尔家族的先祖灵寝 等 等一下 我还什么都没有偷啊 快说 你对我们的祖先做了什么 别 先别杀我 比起这个 你们老祖宗的棺材板 又压不住了 这 使官 为什么在动 祖先 请安息吧 惊扰您的人会得到惩罚的 喂 有时间废话 不如把你们老祖宗的棺材板压住啊 呃 好像是哦 祖先大人 请您安息吧 啊 是谁 砸老子的手啊 啊 这被打 啊 我妈 我是不是 对祖先大人 有点不太尊敬 这被卡 快离开那儿 我妈 这有可能是亡灵复生 或许 是地表的那些怪物 腐化了祖先的圣骸 我常瞄的 哼 啊 啊 你看 我就说他诈尸了吧 下手可真狠啊 下手可真狠啊 祖 祖 祖先大人 是你砸的我吧 对 是你砸的我吧 对 对不起 是你砸的我吧 是你砸的我吧 啊 啊 姑姑 请问 您 可知道 自己是谁 呃 我是谁啊 我 下尸了 听起来 我好像站了人家老祖宗的身子 我是不是得救了 我到底是谁啊 这是 原主的记忆 哦 我想起来了 我是高文赛希尔 安肃王国的开拓者 啊 看来是先祖无误了 现在 是什么时代 现在是安肃历七百三十五年 祖先大人 您说了七百多年了 尊敬的先祖 我叫赫蒂赛希尔 他是瑞贝卡赛希尔 请原谅我们打扰了您的安眠 罢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醒他 哎 哎 你们 谁来扶我一把 我来我来 先祖大人 请出关 嘿嘿 啊 这丫头 七百多年 这布料居然完好无损 哎 毕竟这是精灵制的怨痕不满 哇 真是黑客气啊 啊 老祖宗说话 好生啊 这么多年 各其他穿越小说的主角 都图神灭仙统一宇宙了 而我 才终于能直立行走 哎 呃 话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 呵呵 人家只是想躲进来躲避坏人 需要躲进最深处的墓室里吗 仙祖 就是这个卑鄙的盗墓贼 欣赏了您的沉睡 哎 也就是说 是你把我叫醒的 啊 仙祖好可怕啊 我 我真只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结果一不小心钻进了这里 我真的什么都没 谢谢啊 啊 什么 好了 放开他吧 你们四个大男人 这么压着一个小姑娘 也不太好看啊 啊 这 毕竟 不符合歧视精神嘛 对吧 但是仙祖 他可是 无碍 放了吧 我倒还想感谢他 把我从沉睡中唤醒了呢 真的不追究我了 前辈你说话算话啊 哈 当然 你叫什么名字 琥珀 我的名字叫琥珀 哦 虎 嘿嘿嘿 都是有些森林精灵的风格 祖先大人 其实我们现在 遇到了巨大危险 嗯 是啊是啊 嗯 什么情况 是怪物 怪物突然袭击 我们节节败退 现在外面 恐怕已经完全被那些家伙给占领了 我们在局势彻底崩盘之前 让菲利普骑士 带着一部分士兵 掩护平民进行了避难 在 在第二批避难队伍出发前 那些怪物摧毁了吊桥 我们站到最后 不得一时才撤退到这里 祖先放心 我们没有辱魔塞西尔家族的名誉 一醒来就是这么个烂摊子吗 既然怪物占领了外面 那出去就是死路一条啊 嗯 话说 那些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我推测 是某种恶魔的亚种 但 恶魔已经很多年没出现过了 我不敢肯定 祖先大人 难道以您的力量 也没法解决外面的怪物吗 我 嗯 您可是北方大陆最强骑士 开拓时代最伟大的英雄 十五岁成为当年最年轻的开拓骑士 安苏立国之后成为王国七将军之一 在古代更夺帝国被混沌魔朝吞噬时 镇守南部边疆 嗯 抵御了大大小小十几次来自黑暗魔朝的反扑 未成一败 最终 在一次回抗黑暗魔朝的战役里 稍后过的 难以解而亡 看来 浮身到一个不得了的人的身上了 祖先大人 我等誓死追随 唉 一路打出去 是不太现实 我沉睡了太久 不一定能发挥出多少实力 而且我们也不确定外面的怪物强到什么程度 所以 最好的办法 是找一条路绕开那些怪物 跑到安全的地方 但线路基本都被封死了 放心吧 这地下有一个秘密隧道 它的入口就在城堡下方 那还等什么呀 咱们去找隧道吧 祖先大人 麻烦您带路 呃 太好了 有救了 但是 有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从陆穴到隧道的路 您住了这么久都不知道这里的路吗 但是我死了好吗 你死了之后能知道自己的坟长什么样吗 呃 有道理哦 呃 呃 现在原路返回 确实死路一条 怪物占领了城堡的中庭 和仙祖墓穴的入口 危险万分 我们需找到别的路 七百年了 这城堡恐怕也不是当年的结构了吧 嗯 城堡的基础没动过 那个入口应该还在原地 嗯 那就好办了 见见我用一下 是 有两个通道 可以进隧道 但需要从地面走 所以 行不通 嗯 这里居然这么复杂啊 沿江之地不太平 十天半个月就是一场战役 必须考虑撤离和补给 所以这里 所以这里是按照药塞标准建造的 暗道和夹层必不可少 呃 这些应该都是塞西尔家族代代相传的知识才对 啊 你对此 你对此正一无所知 你对此正一无所知 不太像 不太像 而且 而且 好多暗门啊 哇 这谁知道暗道开在哪啊 那 我可能知道路 啊 你怎么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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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说 我 我就是从 那边钻进来的 嗯 而且方向差不多 我才那就是暗道了 很好 那你来带路吧 仙祖 您是不是 太随意了点 嗯 只要你们不再追究我 挖过你们家祖坟的事就好 好你个小贼 他情感统词啊 呵呵 还想不想出去了 嗯 祖先大人 怎么了 啊 没什么 就是觉得 我也该带把武器 还是他吧 啊 卢先大人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这就是 那把传说中的 安俗开拓者之剑 啊 开拓者之剑 哼 一把比较锋利的剑而已 毕竟 毕竟里面的魔力 也已经一散一空 重新充能 还不知道需要多久 我还有一面从不离身的盾牌 难道没跟我一块下葬吗 哎 我那么大一面盾牌怎么没了 啊 星祖 是我们 辜负了您的眷顾 此盾 一百年前被取出 随后遗失在战场上了 白瞎玩意儿 万幸还没丧心病狂到开关夺剑凑个套装啊 贝蒂安全啦 出来吧 啊 哦 哦 这是城堡里的女仆 被突围的队伍落下后 就跟着我们了 黑帝 这是 不好 呀 星祖大人 这不安全了 琥珀快 打开密道 好嘞 优秀的情形记忆大师 暗影力量专业人士 花粉掘墓爱好者琥珀小姐 有一句至理名言 鹿 就在那里 门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装饰品罢了 只要抛开心理上的问题 哪怕皇家宝库的大门 也只需要一根芹菜而已 不跟上啊 啊 你真的只是个盗贼 哎呀 小小毛贼混口饭吃嘛 不过我们森林精灵的后代 很尊重鲜魂的 啊 都熟练成这样了 还好意思解释 开锁和破解 可是我们这行的标配 我基本功不二十还有错咯 这家伙 有古怪 琥珀 你是在谢尔领的领名吗 我在这地方住了好几年 但我又没交过税 嗯 按规矩 要交税三年以上的才算领名 那你说我算不算 嗯 你的情况有点特殊 没有申请就不算吧 那你问我这个干嘛 因为我是领主 有义无保护黎明啊 呀 尊敬的领主大人 我现在改口还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小气 哼 虽然一醒来就是这么个烂摊子 但重新为人的感觉 还是比之前那个鬼状态好多了 嗯 你想问什么 就说吧 啊 是 仙祖大人 其实 我还是 不太敢相信您是仙祖大人 嗯 死去七百多年的人突然复活 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总之 就是想确认一下我的真假吧 请原谅我的疑虑 虽然听过一些复生的手段和传说 但是 亲眼见证 又是另一回事了 啊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或许是在开拓时代 接受了元素祝福 从而改变了我的体质 原来是这样吗 啊 仙祖大人 是气流 是前方传来的 还夹杂着魔素反应 前面 应该是陵墓区域的尽头了 全体提高警惕 士兵保护好后面人员 是 小心注意身边情况 啊 我知道这里 我就是从那边钻进来的 那里通向城堡外面的一个空水井 不过 那边现在肯定已经被怪物站着了 可地 查明方位 嗯 是 引路的精灵们啊 请指引我找到方位吧 导向 西方 去 在那边吧 大家跟 不好 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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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把话说完啊 这些拆家的混蛋 啊 啊 仙祖就是这些怪物啊 光之精灵 请疗愈我吧 若像清神术 大家冷静应对 而是这些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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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你肩不想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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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波 你可战士们保护好施法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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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鸡变体吗 七百年前的原生能以一当百 解决不了你们 好厉害 没想到死了那么久还挺猛 还没完呢 祖先小心 该死了 刚速下 力量还没恢复 祖先大人我来助你 求输 莫言飞弹 干得好 好机会 我们上 先去封败轮 他倒下我们就麻烦了 是 别紧住啊 快走大人 快 来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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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阿星 身体的掌控能力逐渐提高了 我发了 脚弹弱点了 别管胸口 这些家伙没有心脏 攻击他们的腹部 下次 碰到我了 攻击弱点 能大幅减弱欺骗体的战斗力 好 我们去牵制住他 我来攻击弱点 干得漂亮 我来了 华晨激活上 主上 我们这边解决了 我们这边也解决掉了 啊 原来是这些东西 洗净了塞西尔灵 哦 死掉立马就融化了吗 哇 还有一只 小心 去死了 啊 去死吧你 说菊花嘛 我也擅长哦 嘿嘿嘿 喂 啊 祖先大人说的是后妖 不是菊花 哈 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仙祖 你知道这些怪物的来历 当年我们主要对付的 就是那些东西 你们对以前的历史了解吗 了解 我们有学 七百年前的黑暗魔城 摧毁了钢朵帝国 后来幸存者们第二次开拓 而您 就是当年最著名的开拓骑士 历史学得不错 没想到还能再碰到他们 在 您是说 没错 他们诞生于魔朝中 贱人便杀 后来与其说是开拓 倒不如说是逃亡 即便后来在大陆边缘建立星 也就平凡来写 安苏立国十年里 我天天都在跟他们打交道 咦 那安苏立国十年后呢 那些怪物就没再出现了吗 傻孩子 那之后你祖宗我就挂了啊 也就是说 赛西尔岭的怪物和七百年前是一样的 几百年来你们没见到过 确实没有 最近的记录已经是六百年前了 据说 那些魔物持续骚扰了安苏很长时间 但 自从在精灵的协助下建造了哨兵之塔之后 那些怪物就彻底成了个传说 受兵之塔 精灵建造的东西确实靠谱啊 这种怪物再度出现 我们还是尽快上宝国王 向王室求助吧 嗯 放心吧 以我族的地位和影响力 圣苏尼尔城应该会不遗余力 帮我们重建领地 啊 先祖大人 其实 我之前就想告诉你了 只是 哦 只是什么 赛西尔家族的荣光 已经不复当年 如今瑞贝卡 也仅仅是个子爵 这 我们是获得了士奇公爵爵位吗 你们是死亡杀将 还是决兵谋反了 先祖息怒 七百年了 如今早已是第二亡场 而我们 也是背负污名 被王室放逐之人了 一百年前 安苏国王病故 局势混乱 最终在安苏六百三十五年 展开了史称 物约动乱 赛西尔家族也被卷入其中 而这一切都是克鲁曼的阴谋 当时他没继承家族大权 便把主意打到了先祖宁身上 哎 我想起来了 就是他压着拿了我的盾吧 是的 先祖大人 那他拿走我的盾干嘛了 他软禁了家族领导 随后 取走了您的圣物 以赛西尔继承人的名义 宣布支持托许亲王 你的酒 托许亲王被刺身亡 格鲁曼又联合北方大宫 将国王所谓的私生子 退上了舞台 并在安苏六百三十六年的五月 结束了这场内战 在那之后 就是安苏第二王朝了 当然 整个世界 现在被定为了敏感话题 这场私生子战争 虽然只持续了一年 却让整个王朝经历了大洗牌 内战牵连的家族众多 而新主急需整肃秩序 老贵族的力量 又不可或缺 因此就逃过一劫 除了 除了那些跳得最狠的是吧 估计没有比格鲁曼赛西尔 更能折腾的了吧 最后 我们虽然保住了血脉 和最后一点根基 但是 赛西尔这个称号 已经名存是亡了 家门不幸啊 那拜下玩意儿还把我顿给顺了 算了 即便起的事更重要 他们带来的灾难 会引起圣苏尼尔城重视的 到了 是出口 哇 真的早出来了 太好了 是啊 还正好赶上日出呢 有点不对劲啊 难道 这 这不是太阳 这里的恒星光和热效力都相当低下 而这个星球 离恒星非常近 所以才能看到这样巨大的太阳 那有没有可能是个发出光热辐射的动物 或是魔法之类的尾样 更或许 这颗星球是在围绕一颗气弹巨行星 它根本就是后者的卫星 那天上升起的 仙祖 仙祖大人 哦 啊 仙祖 您在想什么吗 我们是不是要先离开这里 不急 先去高处看看 确认一下附近情况 七百年了 现在的地形和我所认知的地形不同 祖仙大人 您刚刚为什么一直在看太阳啊 七百年不见天日 好不容易看见了 肯定多看两眼啊 你这个独生讨厌鬼 难道不是事实吗 果然这里的人管天上那玩意儿也叫太阳啊 哦 一颗被赋予了很多宗教和魔法仪式上象征意义的星星 这个大概是这个星系的恒星吧 这也是 下族的领地 被魔朝腐化后就是这个样子 当年刚夺帝国由内而外都是这副模样 我 阴影之神在上 咱们之前一直被这些玩意儿包围着 那 还有救吗 可惜 没救了 他们群体共鸣所隐患的元素侵染是不可逆的 即使消灭了鸡变土 这片土地上的污染 也会持续很长时间 会持续多久呢 现在人类文明重返刚夺帝国的土地了吗 那里仍然是生命禁区 横尾平章另一侧 无人敢涉足 那看来 腐化至少也得持续七百年 先 先祖大人 怎么了 您就不生气吗 这可是塞西尔家族的最后一块领地了 怕什么 塞西尔家族的每一村土地与财富 都是我从零开始建设起来的 而且现在沉溺于这些事情 也于事无补 零地没有了就没有了 大不了重新找地方拖荒去 活泼妈妈有什么用 哇 不愧是传奇级别的老祖宗 不过现今所有土地都被瓜分 谷主之地基本上都是禁区 上哪太荒去啊 好了 这里没什么好看的了 咱们要先找到城镇 再想办法跟当初突围的人会合 我听说是一个叫菲利普的习室 带着人突围的 你们当初商量会合地点了吗 嗯 商定的是北部的坦桑镇 如果坦桑也被怪物袭击了 就沿着王国大道继续往北 嗯 什么动静 找阴体 隐蔽 没 这边 霸霸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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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能碰到这种恐怖生物 他不会回头吧 有龙 仙祖啊 我看见龙了 不用你说 我也看见了 他还会碰我 被魔朝肆虐一遍 又被龙岩焚烧一遍 唉 这片地方 彻底要不得了 我的天啊 我还以为龙只会出现在传说里 大人 您曾与龙打过交道吗 没有 他们太神秘 哪怕是七百年前半个洛伦大陆天翻地覆的时候 他们也没介入过俗世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龙马 果然靠近看比较直观 哇哇哇 我居然见到龙了 那么大一头 妈妈绝对不会信我见到了一头龙 啊 啊 还有还有 啊 行了行了 在这儿的都看见了 话说你刚才跑哪儿去了 啊 我就躲在附近的石头缝里啊 暗影千鹅至少是大师级 正面战斗能力就比鹅强点有限 你还挺自豪 罢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快点离开吧 先祖 那头龙 焚烧了我们的领地 想开点吧 它焚烧的是我们的废墟 严格来讲 塞西尔领在那头龙来之前就已经没了 但是 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事不是吗 啊 找到城邦 拉箱警报 将损伤降到最低 是 引路的精灵们 请指引我找到方位吧 祸 魔法还真是个方便的玩意儿啊 啊 仙祖大人 可是我这些记忆 惹您不高兴了 啊 我为什么要不高兴 家族以歧视为本而立 以切其余职业 皆因被视为异端 遭受排挤 啊 啊 就是那个傻子规定的 啊 哎呀呀 鞋带开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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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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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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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有这事儿 啊 骑士比法师牛逼 啊 高文青说得对 啊 等 等您喝高了 你们就当没这条规矩吧 那还真是谢谢您了 虽然打掉你们不太合适 但是我是真饿了 哈 确实该休整一下了 你们和拜伦留在这儿 其他人和我一起去打猎 是 你想去哪儿 你也要来帮忙 啊 我不要我不要 想吃东西就要付出劳动 哼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你凭什么要求我 凭你挖了我的坟 啊 好吧 姑妈 我有个疑问 一直憋在心里 嗯 什么事 您觉得 直说吧 没事 姑妈 您觉得仙祖他 真的复活了吗 你是怀疑仙祖 还是 怀疑仙祖复活 主要是 这件事 总是有点难以置信 啊 其实我也一样 但 事实就摆在面前 还记得每一个魔法学徒 都要学的第一课吗 嗯 不是什么理论知识 和魔法公式 而是一句格言 真实或许与常识背道而驰 但真实永远都是真实 这句话 用在魔法之外的领域 也一样成立 不管仙祖从长眠中复苏的原因是什么 但复活一世 确实是个事实 嗯 我懂了 我懂了 姑妈 我们回来了 唉 他带了好多猎物呢 你们可得好好感谢我哦 还说自己不会打猎 你这手艺 简直跟泰木林的灰精灵一样了 你这段子少说也得有几百年了吧 现在的灰精灵早就不打猎 只好药才进出口了 而且我从小就在人类社会生活 是一个老道贼把我养大的 那你这手艺 虽然我不会打猎 但我会偷鸡啊 啊 我这手艺都是那时候学的 真是粗粗不堪 嗯 是是是啊 我当然比不过你们这些猪在城堡里 唐二皇只从里面口袋里掏钱的贵猪咯 啊 啊 这肉口的还行 饶你一次 啊 啊 我就奇了怪了 就凭你这张嘴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啊 鬼族基睦 提侦平民了 啊 好了 接近矛盾先放一边吧 咱们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人 大家先修整好 等体力与魔法恢复了 我们必须立马出发 我们不能再浪费接下来的每一点时间了 贝蒂 你也快过来吃点东西吧 先把那个锅放一边吧 现在用不着 啊 嗯 对啊 话说你为什么一直拿着这口锅 汉森太太告诉我 我以后就负责用这个平底锅煎香肠和面包片 汉森太太 汉森太太负责管理城堡里的厨房 但是突围的时候 不信 唉 啊 放心吧 这口锅子是你的 今后都是你的 现在你可以把它先放在一边 过来吃饭了 对啊贝蒂 快过来吧 还挺会说嘛 嘿呀 快来吧 还给你留了块肉呢 啊 谢谢 谢谢大家 前面的路已经打开了 咱们走 哦 没想到你的体力居然不比师兵差 嗯 我小时候玩蹄像个男孩子 所以家里想把我培养成骑士 虽然后来当不了骑士 但我还是很注意锻炼的 毕竟祖训又说 要保护灵明 首先需要一个强健的体魄 嗯 大家小心 这片林子的深处可能会有些魔物 让我来探一下 前方阴影元素负极 灵地中心应该存在天然的魔力焦底 不过应该是很弱的那种 肯定弱啊 你看 周围植物都没有明显的变异 说明这里的元素负极程度 甚至连花花草草都影响不了 保持戒味比较好 好的 哦 看样子 你们很懂啊 在修装我父亲之前 白伦叔叔曾经当过佣兵的 哼 都是过去了 小姐 一脸沧桑的药 谁还没点过去 呃 咳咳咳 啊 不对劲 你们觉不觉得 现在气温有点低得过头了 真理之光啊 请点亮我心中的迷茫 驱散世间的伪装吧 咱们什么时候被 被这些东西给包围的 这些月灵民屋 这些小姐的被迷茫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先别急 不要打草惊蛇 仔细观察后再动手 在那边 去死 这些月灵迷雾 竟然有神智 暗术 火球 去 别用火球术 用大范围的法术 否则这些迷雾 会把所有攻击都分散掉 可是我只会火球术 什么 准备卡只会火球术 就这还学了五年 就是要的大范围魔法吗 朝奥义 巨型奥书火焰弹 危险 危险危险 突然 你出现了 你什么情况 你 杀了我杀了我 你没事吧 按住他 杀了我 杀了我呀 不好 他们失智了 真是威慑 我 我们做了什么 不好 背地上哪了 我刚才看到那个小姑娘 跑进迷雾里去了 看着跟梦游一样 这边怨灵迷雾的情况 怎么会这么奇怪 嗯 我不知道哪里奇怪 反正情况已经糟糕透了 怎么搞的 这怨灵迷雾 一点都没有消散的迹象 攻击了半天 居然什么效果都没有 这里魔力焦点不强 怎么会出现有灵质的怨灵迷雾来 难道有人功能亮元在维持他 不一定 你肯定 你现在维持他 看不到他而已 但是恶地女士 已经用针策歪曲 难道 我在这一层 我去去就来 你说神 把影行走跟闹着玩似的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历 找到了 跟我来 干什么 这些事 危险 等下 别靠近 怪力不但帮不了他们 反而一不小心 可能会让情况更糟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么深的地方 再带上个你 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果然 这里就是 暗影界 咱们时间有限 等会你直接天神降临 冲进去砍瓜切菜 我在后面给你压阵 啊 客人 已经很久没有客人来我的实验室了 而且还是两位 我们来找人 是一个大概十五六岁的姑娘 她还拿着一口平底锅 嗯 没看见 不过安妮正在准备午饭 一起吃点吧 安妮 是我女儿 很怪乔的 老爷 啊 啊 贝蒂 贝蒂 你怎么在这儿 你没事吧 嗯 嗯 安妮啊 午饭准备好了吗 就快了 爸爸 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过去看看 贝蒂 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是很明白 她好像把我当成她女儿了 那你就这么听话的把人当爸了 我看她这么可怜 就像给她做顿饭在走 对了 她还给了我这个 这本书我看不懂 但老爷应该能看明白 嗯 什么什么 让我也看看 嗯 这是 魔法公式和符文排序 啊 原来那个怪老头是个法师啊 啊 严格来讲 是个野法师 一剑门那么多魔法实验器具 难道还没看出来吗 而且 应该是个不一般的野法师 嗯 嗯 好胃口啊 那么 你在这里多久了 离开密法会的第二年 我就定居在这里了 你曾经是密法会的成员 我还以为你一直是个野法师 我擅长计算和推理 但缺乏将其转化为 法术模型的能力 换句话说 我的施法水平永远都在初见 我这样一个蹩脚的施法者 在密法会是不受欢迎的 尽管我是密法会的二级会员 所以他们把你赶走 所以他们把你赶走了 啊不 我是自愿离开的 是因为我的女儿 为了治好她 我不得不离开 够了 你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 我们没时间浪费 老爷 客人 我不是很懂你的意思 我必须带她离开 她在这里并不安全 孩子呀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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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得走了 老爷来接我了 而且大家还在等我 哦 我明白了 那你要记得按时吃饭 要按时睡觉 要记得爸爸的叮嘱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要记得爸爸 不要忘了爸爸 游下来 啊 我 游下来陪爸爸 放开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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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啊 这个房子要塌了 快走 是 啊 你看那个 这法阵 是书里记载的那个 这大概就是那个野法师 这辈子的最高成就了 大概也正是这个阵法出了问题 才导致它沦落到这个局面 啊 这是 是雪雾 危险 我该走了 啊 啊 这里的怨灵 怎么突然消散了 啊 啊 累死了 怨灵的消散 可能和仙祖的离开有关 嘿 没事吧 啊 仙祖 仙祖大人 我们赢了 您平安无事 真是太好了 问问 还有我们呢 啊 这个盗贼 原来没有逃跑吗 我可是在暗影界里面救死一生 才把你们救下来的好不好 你这个凶打无脑的老女人 住口 屋里的家伙 你竟敢冒犯贵族 那来打一架啊 别吵别吵 我们俩刚才确实是解决危机去了 当然 还骂你兄弟确实是他的不对 我说错什么了吗 就这么一个报义词还被您给否了 这种钢铁之难是怎么反映出我们的 呃 是这样吗 你竟然能进入暗影界 只有少数暗影系高阶法师 或者暗影系神选们才有这个能力 你是怎么办到的 哼 我就是暗影女神的神选 不行啊 笑话 一个神选 被拜伦用普通钢剑拍在地上 算了 不要追问了 哼 我已经答应他不追究这些了 等他想说的时候 他自然会说的 与其纠结那些 不如先把死者安葬了吧 他也曾勇敢战斗 应该像个战士一样 夺到安葬 啊 呃 我说错什么了吗 他是奴奴子弟 以服役来赎身的 这样的身份 是不能作为战士被安葬的 服役赎身 对不起 仙祖 我觉得奴奴之不合理 所以就让他们服役赎身 我知道这样不合规矩 不用担心 我没有怪你 你是位合格的战士 请安息吧 哇 这金币支手 只半个庄园 现在有人赎血 他灵魂的债务了 安葬他 可是按照规矩 我就是规矩 火灾大概是在 半个多月前发生的 那我们在黑暗界中 见到的 应该是倒影 这个野法师多年来 都隐居在这个地方 压根没人知道 让我来探测下吧 这里魔力雷弱 野法师实力也不高 应该是实验失败 造成了这局面 但 也不可能在暗影界 制造出一个长时间的 投影来啊 而且还生成了那么强大的 院里迷雾 这一切所需要的魔力 都不是区区一个野法师 能提供的 那 或许这个能解答你的疑惑 原来如此 为了给孩子治疗 他不停地加强 增幅魔力焦点 可是 孩子并没有好转 面对现状无能为力的野法师 心态也在逐渐崩溃 理智崩溃的他 终于做出决定 在太阳升至天空正中时 暗影转换仪式的充能 便能得到满足 啊 后面就没有再记载了 其实这里 还有几个小字 魔力失控了 太阳是红色的 这什么意思 太阳 怎么会是红色的呢 啊 会不会是上次 至斑爆发的时候 半个多月前 太阳表面出现了大量尺吧 所以他认为 太阳是红色的 嗯 这就能解释院灵迷雾 和暗影节的木屋了 这个日记里提到的 魔力上涌失控 你们两个法师 也有所感知吧 最近灵地内 确实有过解释魔力上涌 毕竟魔力源于太阳 随着太阳的运转 自然就会起伏不定 所以 近期魔力涌动 虽然频繁 但也没到需要在意的程度 刚夺利1736年 帝国各述报告 观察到太阳表面 出现大规模的暗红色花纹 1738年 史上最大规模的赤斑爆发 太阳表面 将近一半的面积 被红色斑块覆盖 1739年 全国被覆盖在红色的天幕中 大量魔法天赋卓越的婴儿诞生 这些新生儿 大部分具有天生的元素亲和力 于是宫廷学者们宣布 将那一天称作魔法黎明 同一年 刚夺帝都附近最大的魔力功能设施 深蓝之锦 因为混沌魔力 因而保障 而是无心如悔 刚夺1740年 魔朝爆发 世上最强大的人类帝国 在树原内覆灭 啊 如果那些怪物不是来自钢夺废土 而是在塞西尔岭自然产生的 这或许意味着 一次新的魔朝 这 咱们会不会有点太紧张了 也可能是神经过于紧张了 就是嘛 你老人家死了七百年 脑筋还在当年没转过来呢 我知道你当年是经历过魔朝 多半是那时候心里阴影太 不许的祖先带人物理 敲得好 等到了圣苏尼尔 这些细节都要上报 至于国王会相信多少 那就不是我们能影响的了 是 首先考虑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吧 有钱就是好时啊 这种地方都能找到马车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是距离塞西尔岭最近的镇子 是坦桑镇 坦桑镇 坦桑镇是伴随着塞西尔家族的搬迁 而诞生的大型半生城镇 地处平原 景临河流 有将近一万人生活在这片三角形的平坛土地上 还有一座矿山 是整个镇子的经济来源 到了 就是那里 这里的道路 是有什么规矩吗 走在道路两旁的是农卢宫 因为在修道的时候捐不出钱来 所以不允许走在大道上 走在路中间的是体面的市民 商人 以及佣兵 因为交得起税 所以走在路中间 先祖大人 有什么问题吗 不 没有问题 虽然对这些事感到抵触 但现在的局面 不是我能轻易改变的 那么 接下来怎么做 我们先去找领主安德鲁子爵 联络到菲利普骑士后 看情况 是些原地安置领民 还是直接前往王都 毕竟领地发生的事情 必须由瑞贝卡亲自去面见国王 说明情况 嗯 那就这么办吧 呀呼 我打开消息回来了 你 你什么时候离开的 就在你们刚进坦桑镇的时候啊 总觉得有问题 什么眼神 是你们老祖宗让我去的 那你收集到什么情报了 突破的军队已经进入了坦桑镇 不过状态都不太好 很多人都是被抬着进来的 不过那里现在处于封锁状态 所以我就直接回来给你报告了 行就直说 别找借口 哦 不过保存战斗力也没错 去找安德鲁子爵吧 祖先大人 反会儿 我们怎么接受您啊 就按刚才商量好的 直接说 在这里 我们高调就可以了 仙祖大人 嗯 这 就是您所谓的高调吗 呃 虎坡 呃 仙祖 咱们还是 别那么高调了吧 呃 不过他是我复活的重要见证人 而且这样的家伙 还是放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更安全吧 呃 不好意思 久等了 哦 美丽的小姐们 我真为我的迟到感到抱歉 发生在塞西尔领地的噩耗 已经传遍我的领地 使我感到痛心疾少 呃 这 跟这年头的贵族谈话 都得用这种永叹调吗 祖先大人 您当年的贵族不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了 首先 感谢您的关心和善良 不过 我需要纠正一下您的称呼 瑞贝卡早已经继承家族的爵位 您应该称他瑞贝卡子爵 或塞西尔子爵 安德鲁子爵 很感谢您的招待 应该的 塞西尔子爵 很高兴 您安然无恙 塞西尔家族的传承 看来不至于断绝了 我领地的队伍撤离到了贵地 不知道他们情况怎么样了 哼 请放心 队伍已被妥善安置 伤者也在教堂休息 有劳您费心了 塞西尔家族会感谢您的帮助的 不过眼下更重要的 还是这场灾难本身 恕我貌美 刚才我并在好奇了 阁下是 这位就是塞西尔家族先祖 开拓者中的开拓者 安苏开国旗将军之一 南静大公爵 高文塞西尔 您当从小便听着这个名号长大 他就是 黎明之初灰 最后那个名号是什么鬼 是您死后开国先军 为您立的时候 那个老中二就不能想个好听见的名字 请容我思考一下 虽然我同情你们的遭遇 但您编出这么一个异想天开的故事来 是不是有点过头了 事实上 连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然而 我们亲眼见到他从关中做起 手握开拓者之剑 而且 我们也已经验证了 他是真正复活 而非亡灵速生之类的把戏 如果您有什么要求 就请直接说吧 这也太 先祖 可以麻烦您一下吗 当然 这就是开拓者之剑 只有我的血脉可以与之共鸣 如果还不信 你倒可以找精灵工匠 来鉴定这把剑的精灵福音 你还可以 把开国诸王宫的画像拿出来 跟我比对一下 虽然我沉睡了七百年 索性容貌没怎么变化 你甚至可以找参与过 第二次开拓的精灵佣兵 说不定里面 还有我认识的人呢 不必了 又是先祖 又是怪物的 我很难消化呀 还有一条巨龙 巨龙 这附近 还有一头龙 没错 是条蓝龙 但最后往西北方向去了 传奇复活 鸡变体 还有龙 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 所以 情况非常严重 我们要尽快把这些事传递给圣苏尼尔城 我已经派了一个姓氏 去报告赛西尔领地玉玺的消息 应该都走到一半了 这还不够 我们需要面见陛下 安德鲁子绝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帮助 你们都需要什么 快马 补给 护卫 都需要 还有我的子民 也需要一块新的领地来安置 事实上我真要谈到这个问题 虽然我慷慨善良 但也只不过是个子爵而已 能拿出多少东西来喂养难民呢 菲利普在突围的时候 带着一批金银 这些应该足够 哦 你说那批金银啊 为了治疗你的人 我可是用了最好的药材 请了最好的牧师 这笔钱 只能说勉强够用啊 所以 想要我继续为你们提供帮助的话 你们赛西尔家族 是否有能力 来偿还这笔债务呢 瑞贝卡子绝 我赛西尔家族 不会亏欠任何人 只要我这个继承人还在 密营宝库中就始终有一笔属于赛西尔家族的贷款 大不了 瑞贝卡 别急躁 先祖大人 安德鲁子绝 眼光要放长远一些 抱歉抱歉 我确实有那么一点点贪婪 追求利益是人之常情 不过我们先搞清楚现状 子绝岭被毁 有头龙在王国境内 还有魔朝时期的怪物现实 现在谈生意 是不是不太合适呢 不过放心 赛西尔家族不仅能偿还任何债务 还能为你带来无限的利益 请继续 我 我本人将是你最大的投资 就算您真的是那位公爵阁下 那您也离开人世七百年了 您的爵位或是财产 都已不再属于您 而我还得为我的领地与子民考虑 思路放开一点 紫绝先生 难道只有真金白银才有投资价值吗 您的意思是 我有永久开拓权 只要我手持开拓者之剑 就能在任意无主之地进行拓荒 开拓权由安苏王国先军签署 受四国诸邦共同承认 且有效其为 无限 还有这种事 当年那些老家伙们肯定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我竟然会接官而起吧 祖 祖先大人 您这 这是真的 他是不知道 还说这条法令已经废止了 回先祖 瑞贝卡的历史成绩一直很差 所以 他并不知道这条法令 这条法令代表着人类重塑文明的信念 从没被废止 也没人敢废止他 非但没废止 大家还对他大叔特殊 所以我突然诈尸 让这条七百年前的法律 终于拥有用武之地了 嗯 这确实是我从未想到的思路 如此一来 您确实有重新振兴塞西尔家族的可能 但恕我直言 您知道王国边境 还有多少可开拓的无主之地吗 这个情芳心 我的人已经跟我讲过了 所以您打算在什么地方重振您的家族 那就不劳你费心了 而你只需要考虑 保持着永久开拓权的开国大功 能有多大投资价值就好 好 那我这个小小的子爵 很乐意为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不留破绽 不于规矩 还能显示出一定的攻击 标准的圆滑贵族发言 其实 当今国王很可能不会承认我的身份 也不会承认我的永久开拓权 嗯 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 凭什么 您可是开国大功 是供奉在庙堂上的人物啊 因为你祖先活了 咱们就会赏三天假 别听他胡说 那是我给他开的玩笑 真正的原因 和地语安德鲁先生 都已经想明白了吧 深入人心的英雄形象可供王国运作 广顾其统治 可一旦不能掌控了 所以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其实就明确下来了 那就是 让我的永久开拓权生效 定位成功 我压根没考虑过这个 啊 那您还跟他谈了那么多 必须跟他谈 别忘了 咱们还有求于他 至于他可不可靠 难道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有我在 你们放心吧 可是 仙祖 您怎么觉得他一定会帮忙呢 管得要死 嗯 因为他不想赔钱啊 既然接纳人难民 自然是要从你们塞西尔家族里收取回报的 不然他完全可以紧闭城门 让那些难民自生自灭 金币可比法律有用得多 你 你一个盗贼 怎么懂这么多 这很高声吗 紫爵大人 你还得多多学习啊 你 你 有本人你搓个寒冰剑呢 啊 啊 满足你了 你要的寒冰剑 老爷 菲利普骑士来了 领主大人 夫人 你安然无恙 真是太好了 瑞贝卡紫爵 菲利普骑士 这次突围 辛苦你了 这位就是菲利普骑士 真是年轻有为啊 啊 这位难道就是 啊 你都知道了 这便是塞西尔家族的先祖 安苏开国大功 离 够了够了 那么中尔的名字就不用说了 高文公爵 没 没想到这竟然是真的 您是骑士的楷模 我从小就 行了 恭维之话不必多说 你先告诉我 多少人活了下来 突围后 还遇到了很多艰难险阻 成功活下来的不足九百 具体是多少 都是些什么人 873人 其中有16名士兵 30名民兵 其余皆是平民 竟如此惨烈 真是辛苦你了 塞西尔仙子复活 巨龙 一定要马上告知国王陛下 把这封信 亲手交给国王陛下 要赶在塞西尔家族之前 另外 把属于塞西尔家族的经营 演样送回去 是 我这就去办 这位公爵大人 似乎有点本事 还是不要得罪的好 可别让我失望啊 公爵大人 挂在天上的到底是什么 或者他们的制造者 会有什么样的目的 我说 大半夜的 你对这天空发什么呆啊 那你大半夜的不睡觉 摸到我阳台干什么呢 夜晚是我的天下 我想去哪就去哪 怎么 难道你一个堂堂大英雄 还怕鬼不成 嘿 你这白天看太阳 晚上看星星的 是在想什么呢 姑婆 你觉得天上 有什么 天上 不就是太阳星星了 难道真有众神的宫殿 我对他们可没什么兴趣 我信仰的暗夜女神 身处无星之夜的最深处 每天只要闭上眼睛 祈祷一下 就算是静神了 你有没有听说过 人死后灵魂会回到天上 而每一颗星辰 其实都是一颗仙人的灵魂 难道你当年死了之后 就原地升天了 去去去 我无聊瞎说的 人死了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无聊的老年人 你再说一遍试试 大英雄饶命啊 啊 菲利普 在我们回来之前 请照顾好大家 以我的誓言向您保证 我会为您守护好塞西尔家的每一个子民 和财产 放心 安德鲁子学会提供必要的帮助 你把腿小灵便脑瓜好使的都派出去 不用令习钱财 是 大人放心 定不辱命 现在一定要控住舆论 避免国王误信谗言 又再说一些莫名其妙的高打上的话了 大人 可以出发了 到了王都 见到国王要恭敬 听不懂的话 要找仙祖商量 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会被人揣测很多遍 千万要听仙祖的话 有事 他懂得怎么应付 姑姑 人家不是小孩子了 怪难为情的 好了 咱们该走了 睡觉前要记得刷牙 知道了 咱们走了多久了 为主上 离开领地 大约刚有三四十公里吧 这里是离领地最近的一个大型集散地 好 那今天就在这里休息吧 可是仙祖 我们才出发没多久 我们的速度不能太快 而且 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做 找点人去散播我复活的消息 散播得越多越广越好 是 仙祖 您这是要 我要让塞希尔仙祖复活这件事 尽可能地传扬开 传扬得越广越好 要人尽皆知 成为所有人的饭后谈资 甚至可以传扬成那位传奇的开国大公 是在怪物袭击亡国的时候苏醒的 听说了吗 塞希尔大公复活了 听说当时他两三下 就斩杀了好几个骑士都打不过的怪物 虽然是十年前的卫星仕途 但是对于这个节奏缓慢的世界而言 用起来倒是完全没有问题呢 看来那个计划应该完全没有问题 哟 我搞定了 又在看这个东西啊 你这一路都看了多少次了 我在确认七百年中地形有多少变化 这是一个合格领袖的基本素养 倒是你 事情做得怎么样了 这都快两个月了 我做事你还不放心 我已经按你的吩咐 把这些故事都散播出去了 不论平民百姓还是商人 甚至连银游诗人都在传递你的消息 等你到了王都 说你是来继承王位都不会有人奇怪了 报告陛下 自身是高文赛西尔的车队 已经到了王都附近 嗯 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立刻出发 还是继续选择 究竟在陈阵驻扎 知道了 推一下吧 陛下 这是 恐怕另有原因呐 嗯 我当然知道 他这是在拖延时间 用招摇过市来争取更大的谈判筹码 这两个月内 我们收到的消息至少有一百多个版本 这还不包括方言版 这下我们先前讨论的种种手段 现在可都没办法再用了呀 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件 走吧 跟我去看看我们的祖先 是 进城的不是那个十七岁的塞西尔子爵 而是南静大公 按公爵的标准接待他 在礼数方面不容有失 然后将会面安排在明日正午 是 父王 您认为那位复活的大公是真是假 这个并不重要 虽然我们得到了许多的佐证 但那位大公是不是真的 还要看接下来的发展 在当下 我只能说 他确实不是一场闹剧 那位复活的古人 还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天大的惊喜啊 那父皇认为 他来意如何呢 在见面之前 所有来意都只能猜测 你可以找机会接触一下 看看他的态度 但一定要拿捏好度 不要激怒了他 遵命 父皇 安牙 监视塞西尔一行 有任何情况都要回报 遵命 注意别靠太近 如果那真是七百年前的传奇 贸然靠近一定会被发现 是 陛下已为您在白银堡 安排了休整事宜 并在明日正午 与您会面 我还以为国王陛下 会迫不及待地见到我呢 毕竟一个从棺材里蹦出来的人 可不是那么容易见到的 因为陛下考虑到 诸位车马劳断 所以将会面时间 安排到了明日 原来是这样啊 是 是的 那便感谢陛下的好意了 不过陛下的白银堡 我可住不惯 那您 还是住在自己家里舒服啊 只是不知道 皇冠街四号 是不是已经被你们拆了呀 皇冠街四号 倒确实还在 不过已经完全翻新了很多次 那是自然 毕竟一座宅院 肯定不如城堡皆是 但既然有翻新 那我住进去应该没问题吧 当然 可是 我知道宅子已经被收归王室了 但近一百年也确实没人住进去过吧 是的 毕竟没人有资格 能继承先军留在那里的东西 所以宅子仍然空置着 既然无人继承 那我回自己家住一晚 没问题吧 当然可以 那我这边带路 不用了 自己家的路 我还是记着的 祖先大人 咱们今天为什么不在皇宫里住啊 哦 皇宫有什么好的 我带你去我当年住的地方 那才像个家呢 你回去和国王说 我明天中午 会准时来白银宝拜访他 走 唉 无愧是传奇 压制力太强了 害个会变鸟的德鲁伊 去皇宫街四号速做准备 欢迎阁下回家 以任詹姆斯布雷恩 有幸作为您的管家为您服务 布雷恩 我对这个姓氏有印象 啊 霍利布雷恩 当年查理身边的小侍从 这个姓氏还是查理给他起的 嗯 哈哈哈哈 这是 我的家族是代作为王室侍从 为王室打理王都中的植树产业 也对 我这房子现在是王室产业 不用这么折腾 我住不了多久 不折腾不折腾 将宅院准备妥当 是我们的责任 那有劳先把门口卖票的 和里面当导游的请出去吧 嗯 哈哈哈哈 就这 比我想得差远了 这可是七百年前盖起来的 那时候的白银宝也就比这大一圈 哦 我倒觉得这里挺好的 我住的城堡除了地基很大 各方面好像还不如这里 那是 毕竟你们都快把家底败光了 嗯 小宗你站住别动 不动你当我傻呀 你俩差不多得了 再闹就给你们扔出去 这 给你老祖宗一个面子啊 哦 还真是都保留下来了 仙祖 这是什么神器吗 哈哈 就是一把矮人战斧罢了 只不过 是当年和查理比试建筑的时候 从他那赢过来的 查理 难道是开国先军查理 查理摩恩 今天被叫做查理一世的家伙 还能是谁 我提到的查理 只有他 你来这儿不会是想把这里的东西打包带走吧 毕竟后代都快把家底败光了 像今天这样的机会可不多哟 你这是什么神奇的脑鬼路啊 哎哟 别不好意思嘛 多正常的思路啊 这种顺手的事儿 我帮你就好了 绝对不会被人发现 哼 给我三次出门买菜的功夫 我就能把这儿搬空喽 拉倒吧 我真想带走 也没人敢在这种问题上斤斤计较 哼 就是的 真没劲 我这不也是好心帮你嘛 哼 好人难做哦 话说我就是一个路过的小贼 不是你非拽着我来的吗 哦 第一 你挖了我坟 我免了你的死罪 你有义务帮我做事 啊 第二 我还真是看中了你作为前行者的天赋 你这人还真是直戒 我如此高调的回来 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所以我需要一个记忆精湛的暗影大师 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虎珀小姐 啊 你 你都说到这份上了 帮就帮咯 不过你再多夸我几句呗 你能多夸两句我就不跟你收钱了 呃 我打熊脸 收到 喂 大人 有客人办法 是 埃德蒙王子 哎 让他稍等一会儿吧 人已很久了 啊 谁不是呢 不知道您在这里 住的还习惯吗 如果有不到位的地方 可以直接告诉詹姆斯管家 啊 多谢关心 不过没有比住在自己家里更让我习惯的了 你们甚至还把我最喜欢的那套茶具都还原出来了 够可以了 保卫英雄的故居就是保卫我们的荣耀 皇子殿下说话大可放开一些 也跟面对一个古板老头似的 哈哈哈哈您说的对是我太过行事了 哈哈直白一点我们都会轻松很多 这家伙挺会套近乎嘛 说吧 你今天过来找我 探探口风的 呃 您这也太直白了吧 行了 不必藏着掖着的 你老爹派你来 我就是想打听我这个老古董到底打算干什么吗 其实 是我自己也很好奇您的来意 您真是为了塞西尔家族的利益而来 这是必然 我想讨要的东西可不少 最直接的塞西尔家族世袭网替的公爵爵位和南静封地 就是个很重要的点 您的爵位和封地是因为后代的所作所为 触犯了王国法律所导致 按照法律 我的继承人在我死后 才能完全继承我的爵位和封地 在我活着的情况下 只有我的长子具备我的刺激爵位 以及有限的法理代行权 这 厉害 厉害 这 竟然比我还不要脸 可您确实已经死过一次了呀 所以先把那些逻辑与规律放一边吧 在我接关而起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失效了 如果我想跟你抠字眼 来讨论塞西尔家族的继承利益 那可有太多的猫腻可以拉扯了 这 倒确实 喂 你可是传奇啊 这么不要脸真的没问题吗 好吧 我明白了 您刚才还说七百年前有人说话耿直 现在看来您比我的辩论导师还难缠啊 我经历过野蛮 也见识过鼎盛 野蛮是如毛银血 优雅是能给一个红酒起三十六种名字 每个名字还能配上十四行诗 不愧是川西开拓者 那我们再相谈一下 关于明日和我父王会面的事 好 我还以为王楚会是个特别不好相处的人 比如一大堆宫廷礼仪什么的 那是因为他们好好做了一番功课才来的 咦 什么意思 他刚才的表现几乎完全符合我的交流习惯 你没发现吗 他一开始以王子的身份来拜访 展现出了恰到好处的礼节 在注意到我的说话方式和态度后 他就立刻改变了对应的方式 也变得轻松幽默起来 这能让我更愿意和他多谈谈 这可是极大的本事 你还是研究火球术的四种戳法吧 主线大人 我是不是在这方面有点太笨了 傻瓜 人够有所长 无必强求 再说 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我也不太喜欢 将生死支支度外 埋头硬钢才更适合我 那不成莽夫了吗 我确实是啊 哈哈哈哈 但愿家具没有被替换 应该没被动过 机关安全 小贼 好 这下钥匙到手了 谁在那边 这般敏锐与反应力 看来确实是您本人没 小贼 终于抓到你了 你是谁 如果没猜错的话 是我的护卫 抱歉抱歉 不过 你确定要和我动手吗 我们一旦交手 恐怕半座城的人 都会被惊动哦 这样更好 好了好了 我投降 我可没有和传奇级交手的兴趣 你究竟是什么人 密银宝库向您问好 请容我自我介绍 我是您的贵宾专员 梅丽塔伯尼亚 您在圣银宝库中的储蓄 皆由我负责 那么代理人小姐 深夜从窗户拜访 是有什么事吗 毕竟您当年留在我们这里的东西 是绝密集的 所以存取过程都必须保密进行 我当年存了什么 您不会因为沉睡太久 忘记了吧 开玩笑 我根本没有这段记忆啊 啊 可能还真是 那我能拿回我的东西吗 当然 请稍等 您当年为这项服务 可付出了不菲的价格 而我们秘银宝库有充足的经验 来面对一切意外 请将您的手放在这枚符文上 便能验证您的身份 哦 这么简单吗 提高客户的便利度是我们的宗旨 毕竟 这可以帮助客户更好的付清账单 当然 您的账单已经在七百年前付清了 这是 怎么这水晶看起来有点眼熟 我 请不吝点赞 这赞 您的乱 适合